很糟 非常糟 因为在不了解少年的妮她是一个抄袭的眼神品 然后就去电源看了 并且我还发布了好帅啊这样的一个动态 然后就被人喷是一个支持抄袭的人嘛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怼少年的妮她到底是不是抄袭这件一件事情 就进行了一些探究 然后我就做出了她的确是一个抄袭的眼神品的这样的一个实锤 并且做出了我要打零分影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时候就又开始有人喷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恶心循环的一个事件 然后所以导致我整个周末的心情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 但是今天已经周一了 我早上起来阳光非常好 所以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最后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个人7分真的不能再多了 目前豆瓣评分真的是虚高 这个本身是校园霸凌题材的电影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把这个题材进行很深刻的探究 更像是一个校园霸凌为开篇的犯罪嫌疑篇 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一直给我打111好不好 然后看到后面演员的那个无声对白的镜头 我看了真的是很不明白 我不懂这种MV画面的展示方式和升华 校园霸凌的这个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种感觉就是给我一种好像写作文写偏了 然后还写嗨了的感觉 然后其次呢是对于配角人物的刻画 我觉得非常单薄 看完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未来要欺负陈念 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这种霸凌人的角色还是不需要理由的 那其实我非常建议你啊 你有空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日本的那个电影告白 里面所有的杀人动机都是非常的不可领域 但是看完还是头皮发麻 觉得这个故事的这种推进都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很巧的是啊好巧 少年的你的第一场被要求那个强吻的戏份和告白里面 同样是一场被要求强吻的戏份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曲同文之妙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和韩子里面的车祸实意 是可以由同样拿来重复使用的梗 是否抄袭或者是容梗的话啊 真是每个人都是都是好像是律师一样有判定的能力 好吧好吧你随便说反正在我眼里 它就是容梗就是吵枪 放出话 明学它就是吵枪就是容梗 笑场了 最后导演运镜和对画面及其细腻的情感控制能力 个人来说还是就是这一块还是很好的 但是全局的逻辑框架刚刚已经说了 它已经大方向都已经错了 已经出现了偏提这种严重失误 而且在很多细小的细节都是没办法推敲的 有无数的小bug 我就随便说几条 随便做几条 就比如说像陈念他碰到小北被揍的时候 当时非要当着面报警 然后非要让小婚发现 然后非要强行发这后面的那个剧情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导演让你做的 然后小北被按着无法动弹的时候 然后被亲了一下 然后就像是大律水手一样 就吃了菠菜 然后就乱起来打人了 而且那还是一对三啊 我真的是看得很明 看得很明 然后未来这个配角 我个人感觉他现在在我的心中形象 就是一个即便被退学 但是也不需要读书 真的特别闲的发黄 每天都要去赌女主 然后同时也害怕复读的高四复读生 并且他的高考居然还是北大 哇 我真的是 我觉得他要么是天才 要么是个傻子 要么导演就是把我当傻子 还有那个配角 正义那个警察 我感觉他真的好吧 就真的有点像工具人吧 他和主角的互动 非常的要硬插一脚的感觉 不懂我是为什么 而是最后老警官还说他成熟 所以他到底哪成熟 工具人实诚 民学民学 我说他实诚就是实诚 对的 然后剪辑节奏有些活的吗 前期刚刚开始看得蛮舒服的 中期就开始拖拖拉拉 可能是因为 大家喜爱的演员 竟然要多给点镜头 然后到了后期就非常的打 那个悬一片的悬一的 让我有点好奇的时间 我感觉没有超过五分钟 感觉到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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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所以感觉结局完了 会作为一种 就结局了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不过说实话 他整个电影都是偏提的一个 所以结局就写的不好 不好那不好就不好 那还有2011年 这个手机是否普及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每个城市情况不一样 我不发了看吧 但是他用微信 可现在我都在用的表情包 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的出息 所以我就想说 到底是微信直入了 还是表情包直入了呢 最后 关于陈彦本人这个角色 就是他的很多 他有很多的重量的戏谱 比如说他的爆发 把球丢给未来 然后或者是他的隐忍 不告诉老师 不报警 以及之前被吸引的那个女神 他不和他做朋友 可是当那个女神 他跳了过后 他又要非要跳出来 生怕大家不知道 他是女主角一样 然后要给他盖校服的这一系列行为 都让我非常摸不清 这个女主角他整体的一个罗绩斯 我不明白 我搞不懂这个 然后并且他就像是中了高考 就会改变命运的魔咒这种感觉 然后最后是小北还说 放心吧 我未成年不会怕 这里为什么就那么让我想起 未成年保护扎法这件事情呢 所以他真的就 其实是要自保的价值 绝了 大法 好吧 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细想一下 这只是其中的一点 难道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发动一下 你聪明的老子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bug 我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大家有没有抄作业 或者是抄论文的经理 是吧 你不能抄的很随便 对吧 你得搞几张 你至少你的东西来源 得三篇以上的东西吧 但要知道 你来自三篇比较优秀的文章的话 他们本身是有自己一个 完整的故事情节 你把里面的某一个环节拿出来吧 然后声音要套用 然后还全部搞在一起 还得合情合理 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难免会出现bug 所以就是说有这个功夫 为什么不写一个新的剧本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部 7分 我就觉得还给高了的一部影片 仅仅是因为演员的演技在线 话说不会很多人觉得 演员演技在线 就等于电影很好吧 不会有人有这样的认为吧 好吧 然后再还不错的画面 及其调色 再加一条吐槽点 这里导演他非常非常喜欢 用怼脸那种近景画面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然后有着校园霸凌的这样的深刻题材 虽然他诠释的也不咋地是吧 所以我就必须有义务说 它是一部好电影吗 我就一定得说它是一部神作吗 啊 拜托 就是动不动就要说 这是中国电影里的里程碑 我在想如果里程碑 他是一个人的话 他每次都要被人叫出来一下 然后又不是 你说气不气气不气 我要是里程碑 我真的会被气死 那第二个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吵醒 原著抄袭和电影抄袭有关吗 是否该上升演员 原著抄袭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抄袭的 它是容梗 也就是打着法律对抄袭 定义的擦边球 可以理解为高级恶心的抄袭 其实就等于容梗 所以那些有人说什么 原著有知识版权啊 没有抄袭的 我很想说你是不是对法律有误解 法律是做人的底线 不是准则 人人如果都不讲道德品质 直接用法律底线当做道德准则的话 那我们这世界真是有趣有趣的 然后有些人会说这个电影大改了呀 和原著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想说 那你为什么要去给抄袭打钱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知识版权 是想恶心我还是恶心谁啊 然后你还大改对吧 你有这个吉利 你干嘛不自己写个新这本是吧 然后那个剧组他还要打那个无辜战 就是自己不知道他抄袭嘛 然后之后又说到抄袭里面嘛 然后又说是把容梗的点都是删改了的 那这里就很好笑很好笑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 你知道山那吗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告诉你 在哪些地方需要山 是吧 很可惜原著是一篇完全靠龙梗 创作起来的作品 就是你再怎么删改 再怎么删改 剩下的还是那句话 你为什么不重新写也不行呀 真的是 到底是为了恶心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电影为什么会出现 割裂式的剧情发展 就是很难改呀 这种你拿别人的东西 身搬硬套 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完整的 很顺畅的文件框架嘛 我想其实改也改的很辛苦 真是搞不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原创的人 比你辛苦100倍 1000倍 然后人家还没钱呢 好吧 哼 所以我现在充分有理由的 详细这个团队 要有盈利的这个团队啊 它本身的目的 有可能就是为了恶心我们观众 然后就是为了让那些老残粉 利用老残粉 然后和我们这些 受不了神吹的路人粉 我就是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吵吵吵吵 我们没完 哇 这个话题都真的是高到不行 就微博哪天之后都下来过 牛逼真是牛逼 所以 即便这样 还是有人跟我说 你不可以给少年的你打零分 因为它题材是校园暴力 很良心 它的电影质量很良心 团队制作很良心 它没有抄袭 它只是容忍 你得放大你的大局观 不可把重点放错到是否是原创 而忽略了电影 带给我们校园霸凌传播的意义啊 啊 你知道我听到这种话是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这种比 直接那种人身攻击的老残粉 让我觉得更痛苦 更痛苦更无脑啊 然后紧接着说着一下 我两天收到的一些无脑攻击 比如说 你可又是要当 然后又是要立个 合璧 其实我知道它在骂什么 然后可怕的是非官 取官 哇 你以为你撤资了去快又说一下 这句话是我一个粉丝朋友对的 谢谢 你的微博和某知名UP风格内容 类似 你抄袭 你绒梗 哇 哇 好吓得 你有本事 不要做别人做过的菜 吃别人吃过的食物呀 好吧 大概就是这四个发想 骂人也骂不错太多心意了 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有删了一些评论 还有拉近了一些人 然后我的粉丝 数本来是7.3 后来又跳7.2 然后所以说 最后我觉得说关于 到底说是支持原创 还是支持 喜欢电影 我微博上我看到一个人 他写的 我觉得写的很好 行动永远比宣传 比口号更重要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是否在上身演员 我个人是不上身演员的 喜欢千玺和我抵制抄袭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有人就因为我给零分一名 就说我在才演员 那你说那些根本就不管电影质量直接打 五星的人 他们是不是在猜我们路人的智商 所以我个人现在觉得 就是说这个电影想看去看 都是你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说不推荐 而且我是觉得说 你也知道它是一个超级的作品的话 你看完了过后低调一点 不要再安利 也不要到处说值得二刷 是国产精品 不要无脑吹 不要无脑吹 更不要更不要更不要 去给远助的作者超级戏版 天啊太恐怖了 今天这黑的东西是什么 总结深化一下我的一个 折磨的感受 就是那些无脑吹的人 他们本身就像一个暴力的本体 然后在电影院看着暴力的题材 看的是苦苦啼啼哈 看完过后 然后还不准路人说一句不好 不然就直接网络暴力对待 我就是那个路人 所以我还是很感谢那些支持我 帮我怼那些人的粉丝 然后虽然有人说 我没必要自己找不痛快 把这种事情说出来嘛 毕竟碰我的人其实也不是很多 而且大多是老残 但是 我是狮子座的专妹子 脾气暴不好者 排词说的很上头 OKOK 这就是今天的期视频 我就要选了一期视频 有点开心 下期Vlog见 拜